我認真的研究精選基歐股誠心的對待會員 用對時對價低進高出為操作原則 代投資人一同獲利出場 我是投箍界孔劉 憲龍老師 大家好 歡迎收看 這樣請多吃 大玩之數漲了快300點 果真突破預先 行情有沒有都同我的規劃再走 相信投票你看得很清楚 當時有最悲觀的時刻 15616 疊掉3000點 絕望悲觀是行情的表象 但是綜合很多的條件 我說這是一個超額利潤買點 你應該還記得 漲了700點之後的回檔 當天5月10號跌了404點 我們告訴你15892 是超額利潤最後買點 該給你機會我一定會帶到 所以當這兩次的一個 最後上車時期我帶給你之後 我已經老早跟你預告 台股這個月線不會是壓力 它會來 來了之後會先震盪整理 然後再往上走高 一步一腳印 憑著扎扎實的功夫 就是要給同朋友最好的 一個行情的規劃 看我節目 有一個很棒的重點 你會知道未來行情會怎麼走嗎 下一步我已經幫你先規劃好了 所以有沒有來到月線 這禮拜震盪洗盤 紅黑相見的一個盤式 很折磨人我知道 禮拜到禮拜四都在月線底下 所以一定很多人會告訴你 月線是壓力 月線要賣要空是不是 震盪洗盤就是為了要衝月線 今天的一個大盤 有沒有衝月線 大漲297點突破月線 漂亮 月線過了代表 這是一個轉牆的確立點 之前這兩個位置你或許不相信 但是如果你有學過 葛蘭幣霸大法則的突破月線 這個位置轉牆的買點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整個台股的一個架構呢 我今天再度給你下另外一個結論 外資會開始大買台股 外資從今天開始會大買台股 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台幣已經 緩步升值到29.35了 就像我之前跟你講的嘛 29.84天花板啊 央行不可能讓它扁破30嗎 是不是昨天升值到29.46了 今天呢 升值到29.35了 台幣升值 外資當然會把錢匯到台灣啊 做什麼 買台灣股票啊 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外資要買台股 美國股市倒窮一樣突破月線 所以呢台股美股確立轉牆 不管是主動式的基金 還是被動式的基金 就會開始買超台股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確立 好不好 所以之前或許你都在觀望 之前你或許認為月線是壓力 你都不敢進場 沒關係 你當然還有機會 狼情不可能漲了 這297點就結束 所以我們要給你這個超盤的重點 你應該很清楚啊 領先大盤落底的 或是領先大盤突破月線的 那都是我 這一波布局的一個重心 台盛科系晶圓的機油股 三月營收新高 領先大盤落底 它4月就見低點了嘛 所以上去之後回檔5月10號 台盛科可以買在205 上去回檔5月12號 我說208點我還可以再買 為什麼 漲2退1強勢抗跌啊 還沒漲停板以前 要先跟我佈局啊 是不是 隔天13號不是亮燈了嗎 229啊 在它還沒有漲停板以前 我是如何的告訴你 台盛科低檔可以買的 這就是實力的分析嘛 所以賺漲停要靠實力 賺波段更需要有專業的實力啊 所以第一波的台盛科 漲到幾塊錢 漲到254啊 這一波將近三成 然後震盪起盤的過程 禮拜三重不重要 微測月線啊 當然是買點啊 是不是 所以對於台盛科 不管是205附近的一個位置 上車 或是禮拜三啊 禮拜三不可能買最低220啊 我們是買225嘛 這實力加費也跟你對過啦 沒有落差嘛 是不是 所以呢 說到有沒有做到 上去之後回檔啊 要不要買 它領先大盤突破月線 它是一檔強勢極有股啊 大盤今天才正式突破月線嘛 所以突破月線的相關個股 回檔下來 當然是找買點 有沒有漲到230 有沒有漲到234 昨天台股不是跌了135點嗎 它還在漲啊 今天當然要漲啊 漲到247啊 兩波段所給你一個機會 你有掌握的 相信今天台股突破月線 你應該更期待 下禮拜行情的一個架構嘛 行情會越來越強啊 台聖客也會越來越強不是嗎 所以對於這一波大盤的一個走勢 很多朋友很辛苦我知道 憲老師每天解盤 當然更辛苦 我們要把惠寧的實際操作 展示在你面前耶 不然怎麼跟惠寧對時對價 你說是不是 所以這檔光潔啊 如何創造三成利潤 如何創造出來的 從67.7落底的買點呢 這個位置 當天是破底啊 你敢買嗎 你敢買嗎 就像台聖客買在205左右的 你敢買嗎 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當然不敢買啊 因為你被大盤的一個回檔 重挫嚇傻了 對 你一定在光望 你一定創在等 但是我是等在買啊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嘛 一檔個股的一個價值型投資 未來掌握 掌握清楚了 第一檔去浮現買點 你自然敢買啊 是不是 營收成長兩位數字啊 67.7 你有我帶領你操作 你就敢買 隔天28號我說 我會給你絕對證報酬 因為夠便宜 夠便宜啊 漲了18%就結束了嗎 嗯 月線會是壓力嗎 那麼多黑K棒 我說月線會過 有沒有過 禮拜一講完之後 不是隔天就過了嗎 禮拜三來到段高22%啊 突破月線 所以回測月線呢 再買再加碼 是不是 這個位置啊 創高之後回檔 我還在買光潔啊 20號黑K棒啊 震盪而已啊 不然你在怕什麼 它還會再漲啊 不是嗎 講完之後隔天 紅K棒把黑K棒吃掉了 專業實力的一個波段操作 展示在你面前 從我買完之後 沒有一天漲停板啊 這種股票 很多人可能沒有感覺 因為大部分人喜歡 現買 現供漲停板 我也希望這樣做到啊 但是如果一檔股票 它的股性 是如此的溫吞嘛 就是因為很溫吞 所以它的籌碼很乾淨 大部分人不喜歡買嘛 那我們就容易賺到 波段的行情啊 所以整個一個光潔啊 禮拜二殺下來 很多人一定會有個問號 我做錯了嗎 你看 都不賣 結果這一根長黑 還滿長的啊 禮拜二 我怎麼解讀 我說還是不賣嘛 不是嗎 夠不夠清楚 就像這兩根黑K棒嘛 來到越線啊 感覺是反壓嘛 是不是要先賣 你賣了就衝高了啊 禮拜二殺下來 我不曉得投票 你是怎麼樣的一個心態 在觀賞我解讀光潔這檔股票 或許有人會有點幸災樂禍啦 類似酸不倒的一個心理嘛 但是千老師在節目所要給 會員的一個承諾 就是把一檔股票 從低檔區操作上來 高檔區帶他們全身而退落袋 低進高出反市場的操作 永遠是我的一個操盤刑法 所以當光潔還沒有走完之前 這根長黑啊 不賣啊 這叫有實力的分析啊 你覺得呢 這根長黑啊 不賣啊 隔天禮拜三 是不是紅了 專業的兼職啊 禮拜四大漲創破旦新高 昨天啊 大盤跌了135點啊 漲了快9%啊 有漂亮嗎 最強的股票是不是在我家 我問你 昨天台股不是大漲135點呢 昨天台股來到月線再度的洗下來 光潔領先突圍啊 所以今天光潔 在大盤 大漲的記憶之下 我本來就要賣了 那因為今天光潔呢 又沒辦法過昨天的高點啊 該賣我一定會賣 10點43分的光潔啊 855以上先賣 47分 經過4分鐘股價85.4 你去對時對價 會員大概成交在85.4啊 這是我今天的動作 我喜歡在大盤大漲或是股價往上走高 告訴會員賣股票 一個口令下去 那麼多會員聽我的指令 在做執行動作 什麼時候買股票 會員比較容易買 低的時候啊 市場上光光的時候啊 我們帶會員默默承接啊 大盤大漲 股票走高 我們賣 大家容易賣嘛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收盤光潔 85啊 平盤啊 所以呢 從代進到代出 我所展示的是一個完整一檔個股的操作流程 不管它的一個漲跌 不管它的一個震盪洗盤 很清楚 很清楚啊 扎扎實實的功夫 進出 這位置不用怕 月薪會過 所以台股今天也過了月薪啊 是不是很精彩 所以千老師在代會員的過程 該賣我一定會做執行賣出的動作 不管做對還是做錯 這檔齊宏散熱模組的 這檔齊宏散熱模組的 禮拜三 晚行底整理末端 買在115 買完之後有沒有亮燈 大漲9.2% 這檔齊宏我在昨天禮拜四有做賣出的動作 9點12分的齊宏 117附近賣 12分股價117天文 你去對是對價 昨天賣 那昨天其有賣出的資金呢 我告訴會員 轉進哪一檔 你知道嗎 嗯 轉進立志 IC設計的 賺超過股本 不超所值的一檔機油股啊 他得到超微 菲達的認證 兩大CPU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廠商的一個 下游供應鏈 所以整個立志 從1000塊錢 跌到400多 跌到599 這個過程 你有買立志的 你會很痛苦 因為它往下做修正 對 12345 這五波修正完畢之後 開始往上墊高 今天 是不是剛突破 股價在低檔啊 我可沒叫你去買1000塊錢以上立志 我是登拉5波回檔修正完畢之後 今天第一檔剛突破進場 把昨天 其猴賣出的資金呢 這是同一個等級會員的一個 持股的轉換 我已經講過了 我們不管你參加我任何等級會員的行列 持股大概三檔左右 頂多五檔啊 我一定會出掉就有才會進行的 將你的資金集中化 集中在最有效率的三檔至五檔個股身上 你才有辦法一檔接著一檔產生一個 獲利陳述效果 應該懂我的意思啊 不是每天都射飛鏢啊 我如果每天都射飛鏢 告訴會員 每天兩三檔 一個禮拜十幾檔 兩個禮拜二三十檔 那我每天展示的節目的一個內容 股票都是不一樣的 那沒行 你是會員看的 會吐血啊 我就沒錢賣啊 你要叫十幾支 我是怎麼買股票 根本是沒辦法達到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呢 我們給以會員的承諾 三檔至五檔的投資組合 一定會出掉就有才會進行的 不會蔓如目的的擴張持股的檔數啊 所以齊宏賣出的資金 買立志啊 九點三十四分立志 賺超過股本 形態剛突破 520附近買 三十四分的股價在520 你去對是對價 買在520 蠻吉祥的一個數字 對 亮燈542 賺22塊錢啊 大概賺半根左右啊 這不是你想要的一件事情嗎 嗯 現買現工漲停 大家很喜歡啊 金老師當然會盡我所能啊 在今天台股剛突破月限的同時 很多股票 它其實是一個發動的一個位置 你今天來找我合作 當然還來得及 不然今天立志 為什麼可以現買現工漲停 掌握的是它五波的修正完畢 跌掉599啊 我會讓你賺到寶啊 這邊沒有受傷嘛 那接下來會往上走高啊 那不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投資嗎 另外一檔 4月營收經年度新高 年成長於三成的集友股 5月12號 領先大盤落底 又站上警線 強勢集友股啊 5月19號立佳 大盤跌276點 開地走高 中長紅 對不對 看得很清楚吧 昨天台股又跌了135點 它已經從這個位置 來到短波高 又是紅K棒 每次大盤重挫它不跌 不管是5月19號 還是昨天的台股跌135點 它紅K棒還往上走高 未來方向就是往上 我都已經畫好了嘛 所以今天這檔股票呢 來到這邊啦 再創破斷高 所以呢 未來行情相當的精彩 美國股市台股通過月限 外資會開始買潮台股 未來的行情會越來越熱絡 希望你趕快跟上來 你可以加入青老師賴一 小小鼠Stock178 或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把時間交還給雨昕 歡迎回到價值型投資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謝謝 顏媽哥你只要在三月份 981有跟我賣的來到四月底 跌掉383塊錢 底部啊 對賺超過七個股本 去年度 這不可以做接位的動作 805買嗎 差了幾塊錢 差了176塊錢 高檔有賣 強勢基歐股 我會帶你進場 那805買的 我們在29號843有先拔檔一趟 因為當時候行情比較震盪 那接下來行情呢 我說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在843賣掉的蓮巴哥啊 第一季賺兩個股本嘛 所以今年度 大概可以賺八個股本 跑不掉啊 所以逢低接啊 我已經講過了 810以下 是我近期第二趟操作的 接回的位置 是不是 所以第二趟 來到847 我說我還沒賣嘛 到今為止 蓮巴哥啊 851啊 我還留著 我還留著啊 因為他已經站上月線 那站上月線 目前月線走平嘛 那接下來 班洋助長 就會把蓮巴哥的股價 帶上去 因為基本面比去年度更優啊 這是我的看法跟操作 所以行情 看得懂 做股票 簡單傷勢 還有我就賺大錢嘛 為什麼每天要給你擠大盤 要給你正確的投資方向跟策略啊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檔 長榮 3月8號 138嘛 疊三天開始操作的 166賣 打下來 127 128 兩隻腳買點 接回嘛 153賣 這兩趟的累積報酬率 54塊錢啊 然後這邊呢 有接回 底下 撒下來 137.5再買嘛 然後呢 這禮拜二開高走低嘛 買到142 我說過啦 我如果從這個位置 138 買完之後都不動 到禮拜二 142 小賺4塊錢 這樣就不夠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有做了兩次高檔調節的動作 所以多賺了50幾塊錢啊 所以下一 137.5買完之後 往上衝高的回檔 我說還會再取高一次 當天量的不到10萬張啊 這種量殺不死人啊 隔天 有沒有漲 禮拜四 昨天台股跌了135點啊 小跌一塊錢啊 看法不變 還會再過高 今天長榮呢 漲兩塊半 我的堅持 我的看法 沒有改變 我認為它還會再衝高啊 所以一檔股票 要賺波段 你要給我時間 金老師不是每天介紹 不一樣漲停板的股票 來吸引你的目光啊 我如果讓人做節目 不符合的風格 而且我也做不出來 說實在的 因為不可能每天 都有漲停板的股票 帶給會員嘛 那有可能 是不是 所以 暗部就班 時事求是 把價值型投資 干了一個機油股 我準備在我的口袋名單 當它一旦浮現買點 我就帶會員進場 進場完之後呢 不管它怎麼漲跌啊 如果沒有漲完 抱上去嘛 就像光潔啊 就賺三層啊 同手無欺啊 對 帶給會員真實技巧 完整的呈現在你面前啊 所以接下來一個操作 會越來越簡單 你要趕快跟上來 因為台股跟美股 都同步的突破月線 轉強確立好不好 康普電動車的 去年度的六月份 八十 開始買的 來到今年度的三月份 一六三賣 累計報酬率在這裡 自己去看 最後一趟賣點 三月二九號 一六二 高階會員的持股嘛 就是因為高檔有賣啊 然後呢殺到一九啊 沒有讓會員受傷 電動車 黃金十年 黃金二十年看法不變嘛 我當然有做街尾的動作啊 我說低檔低風險 為什麼 康普籌碼很乾淨 漲了13% 再添一筆戰績 來到一三四 回檔修正 五月十九號 一二五啊 再低階 又漲到一三四 好巧哦 然後回檔呢 一二七 還是早買點 禮拜三漲了四塊半了 昨天小跌兩塊錢 來到一二九嘛 今天又回到一三三啊 所以像這種股票 雖然不是那麼強勢的波動 每天都在大漲 但是緩步定高的格局 加上它的一個題材性 具有市場上的吸引力 我希望有波段 你不要做得太短 中美金也是如此啊 細晶圓的第一季營收率也新高 殺到一五一 這叫開高走低啊 黑鞋棒啊 最高是不是一五五 是不是開高走低 你敢買嗎 黑鞋棒 是我帶會員操作的一個重點 什麼是反市場逢低承接 跌的時候要敢跟我買 漲上去我自然就會帶你賣 這就是我的一個操盤動作啊 操盤節奏嘛 所以一五一是殺下來啊 要不要買 不買就拉高 衝過月線 領先大盤過月線之後的回檔呢 禮拜二的中美金殺下來啦 誰會分析他的好 就只有在下我啊 殺到一五六 回測月線的買點 隔天馬上漲了四塊半 今天來到更高的位置 一六四嘛 關鍵性的轉折的低檔區 總是慶偶老師跟你帶到 未來的一個超額利潤 一步一步的更上來 太重要了 這一檔亞信5月19號 他回測月線 要跟我買 買165 買完之後來到175 今天亞信呢 166還在買 你自己對時對價 買完之後呢 盤中拉高172.5 這個行情越來越精彩 再聽一遍 台股美股同步的突破月線 確立轉強 未來很多黨的機構性個股 還有行情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時對價 把節目時間交換給雨昕 感謝來聽分析 本公司所推介分析 資格別有下證券 無不當知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讀一判斷 時分評估 並支付投資風險 祝您造作勝利 我們再會 價值性投資 對時對價 歡迎持續嚴正 支持慶隆老師 請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加入LINE 讓您看得到也賺得到